这盘棋讲解是横圆祥碑 这是团体赛97年的一盘棋 红方许云川 黑方是徐天宏 双方走了一盘中炮横距七路马的棋 那么黑方常见招法是非右向 本局的话他非左向 这里出局 在补个市也是可行 许云川巡河炮 他是要走冰三进一 黑方就炮而平一 正常就是冰三进一 他想把巡拿出来 那这里黑方如果出局也是可以 红方如果点进来 他就巡河巡 你压马他可以看 实战他并没有出这个巡 可能是担心人家进炮封锁吧 那么他走的是炮一瓶二 希望对方炮八瓶九 如果你贪心打巡 他去一瓶二 下一步足夷进一就要抓死炮了 但这个棋呢 红方他没上当 他巡回去了 那黑方他在平炮 最先手方他要变招 所以他直接点进来 你敢出局 他就出来封锁你 那这时候出局显然是没有意义 黑方则是出来跟他对一下 你不让我出 我也不让你出 红方也就先跟他换了再说 到这里老将出来 现在红方还是先出局 求问 反正你出局你出不来 黑方则是上马 抢账的河口 红方这时候 他选择的招法是巨八紧一 准备过来抓马或者抓炮 底线做文章 所以黑方需要进老将 红方还是平局吃炮 黑方则是出来跟他换一下 红方不肯换 准备炮起退二 把这个足打掉 那么黑方他也是平一步 这儿他一打 将来准备炮打过去 那要冲个足再说 接下来他巨长起来 是要用巨吃马 黑方准备踩炮 打马 所以红方就拆炮 拆到这边的意思是 你如果正常选择这个回 他上马可以打你 那黑方先走巡河区 反正按住对方 他暂时没起 准备把区调过来侧应 空虚的左边 那红方先不是 黑方就进了一个足 他这个棋啊 就是深谋远虑 我以后做准备 比方说这马就可以上 看你怎么走吧 红方他以退为进 将来这个棋 比方说炮四平三 可以返迁 那这儿 黑方就先落个式 找机会调整过来 红方先飞向再说 黑方他居二平四 这里的话 红方就近居抓炮 黑方则是回马 形成弹子炮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巨再退回去 那这马得上 最终的话 他这个马往回绕 准备跳到巨后面 照机会呢上来 黑方先行捕士 红方走的一招 平炮先扛住对方 那么他退居呢 就要吃炮 如果你冲兵 他可能上边马就踩你了 实战的话 他是上外马 那么他的居酒进了一步 到这儿他又退回 又捉了一下 那正常的话 上外马也没问题 他走的是马下进六 结果经过这么一个 试探应手之后呀 红方就露出了破绽 本来上外马是没起的 对方吃再回就行 但是你上内马的话 他现在足五金一隔断 硬要吃马吃炮 这样的话就会狮子 红方就赶快先看住他 黑方仍然是小足过河 准备呢吃马 红方他认为这个马上来 踩炮啊 踩马跟他换了就好 你这边啊 也没骑 黑方呢 并没有说是简单的去啊 吃一个冰 而是走的一步马 三进一 他的目的是 踩掉这个冰之后 继续呢抓炮 抢先手 那逼对方去踩这个炮啊 因为你不踩的话 将来一踩冰 吃炮 炮也走在一级马 就受不了 那换掉之后 他一向 红方先把这个冰 削了再说 黑方则是给他踩掉 啊 这个时候 他吃着炮 你得走这个炮呀 这儿的话 他不是简单去踩个冰的问题 他是要铺巢 将军这边杀他 这个马却是厉害 不好抵挡啊 那么 红方品居 守累啊 准备呢 必要时候 就平炮啊 给你邀队吧 黑方先来一将啊 他的目的就是 等着你这个 平炮 因为你平炮 等马跳一将 所以对方的话 这个其实尴尬 如果上马 你的G就会受签 那么平炮的话 他马就可以将你 实在是平炮了 结果呢 黑方给了他一将 红方的话 他就上啊 到这儿他希望 把这个炮给你换掉 再把你的马赶走就行了 结果呢 黑方先走一招 回马踩狙 红方呢 这个就退了一步 他是做好了一个炮 吃炮 在平狙抓死马的准备 那黑方 他是用马去踩炮 这样来的话 相当于还是牵住对方 然后呢 他进狙就要吃狙 这个狙如果走开 这一甩狙过去 点江呀 杀中是无解的 所以呢 对方被逼无奈 弃狙砍炮 然后呢 希望你吃他一菜 你再吃他就上来 形成一个马炮 跟单狙去周旋 即便让他走到这个旗啊 那这兵一扫之后 将来这狙三个足都要赢 就算你兵过来换掉一个 他狙双足也是赢旗 但是那样赢旗的话 就比较苦 比较笨 黑方呢 他定有高招 为马一降 然后呢 这个鸡再给他一吃 这样无形之中 多了一个大字 那红方呀 看到这里啊 确实也是没法地纠缠的 因为本身一个单军 都合不到 更别说还有一个马 所以到这儿的话 他不兵一扫之后 狙马族是必胜的 徐人川也就爽快认输了 那这盘棋啊 徐天洪获胜 那 exhib hearts中啊 那晚充足中 on